接着带你看到 吉安警分局北昌派租所远警 30日凌晨巡逻时 在超商前发现一部围停的自小客车 进而进行盘查 而在盘问的过程当中 驾驶知乎其词 同时警方目视到驾驶座旁有开山刀 经过同意搜索后 当场起出了七把违法的枪械 上百颗子弹以及刀械 还有毒品咖啡 而这也是华联今年起货数量最多的枪支案件 全案是依法送办 并持续追溯枪支来源 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远警 8月30日凌晨执行巡逻情务 在吉安乡建国路与自立路口 盘查一部外线市围停自小客车 警方表示当时在超商内购物的 张姓驾驶与央性乘客 见警方到场是立即返回了车旁 远警见两人神色慌张 眼神闪烁 眼尖的远警透过了车窗缝隙 赫然发现车内有刀械 以及球棒等物品 立即驱前盘问 你开的吗 哦 啊 身份证之号报一下 你开课是谁 他吗 他没有汽车要这样 你们两个都没有 啊你们想开车 啊这个是什么 球棒 对不对哦 这防爆棍哦 今天看到这个的话真的蛮奇怪 哇塞 你们这到底要去哪里了 这是什么啦 哎这是枪哦 玩具枪有枪 不要动不要动 警方当场在车内后车厢查获了各式枪枝 以及二级毒品咖啡包总重5.38公克等微精物 而整部车就有如流动军火库 本分局北昌派出所于8月30日凌晨 执行巡逻请勿 在吉安乡建国路与自立路口 南查一部红线围停自小客车 经查该车组为李姓女子 居住在外县市 那与远景盘查时发现驾驶及乘客 分别为粘性机